吴振宇出席主演电影 逆流大叔的手印领 太太王丽萍跟儿子费曼 也有现身支持 对于拍摄时 每天都要花笼舟 花十多个小时 振宇哥现在想起来 也觉得很痛苦啊 其实那个笼舟 其实很简单 你花一两个小时也没什么 但是你单边操作的运动 你懂吗 一天就拍十来个小时 对身体 这个运动没事 拍这个运动 对我们演员的身体伤害很大 因为作为一个演员 最讨厌就是他有 很强大的抑制力 导致他根本 收工之后才知道 手也抬不起来 差不多 没办法就是这样 电影之前在纽约首映的口碑不错 振宇哥又会不会期待香港观众有更好的反应呢 即将会带儿子费曼到新加坡旅游的郑宇哥 有安排了什么好玩的活动给费曼呢 没有 什么 暑假 其实应该 很多父母都去旅游 但是我觉得暑假应该让这个小孩子发育的健康 让他休息多一点 比较好一点 玩 我没想过带他去玩什么 吃吧 难怪费曼现在也长胖了不少啦 香港报导